正好我剛剛撥給觀眾朋友看的是 美國國會兩位現任的軍委會相關的國會議員 他們判斷美國可能在台海上面跟中國打仗 而且後面的議員講的是 搞不好美國要死很多人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大家看到習近平在這次定於一尊的時候 大家嚇壞了 什麼叫嚇壞 就是說整個中國已經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下 而且顯然沒有其他的聲音 所以剛剛兩位 一個是美國眾議員瓦爾茲 另外是密爾頓 這兩位都是美國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的成員 很有趣 密爾頓 瓦爾茲講的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台灣如果掉的話 第一島嶺掉 那第一島嶺掉 包括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等等 澳洲等等 占世界50%的GDP會被中國吃下來 甚至包含晶片 這大家都知道是軍事分析 我不多講 可是密爾頓很有趣 講了一個大白話或是大實話 他說美方沒有計畫由台灣人打這場戰爭 不像叫烏克蘭人去打烏克蘭戰爭一樣 意思是如果他自己講說發生台灣台海戰爭的話 會有很多美國人戰死 換句話說美國現在的計畫 透過密爾頓這位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說出來了 台灣因為太重要了 掌握整個世界90的晶片 還有整個第一島鏈掌握世界50%的GDP 絕對不能掉 所以如果打仗 一定是美國人來打仗 他們說 所以我們盡可能在這時候 要把台灣武裝到最緊繃 武裝到最緊繃的狀況之下 降低習近平打台灣的可能性 否則很多美國人會戰死 這他講的 那回顧頭來談 談中國軍跟政一定離不開 剛剛講完軍的部分 現在談政治的部分 當然昨天二十大的這個畫面 把胡錦濤架走畫面 大家都已經這個播了太多次 我也不太贅述 可是德國經濟週刊特別說 架走這個畫面叫做什麼 習近平的權力秀 翻譯成英文就是習近平在秀媽手 我給大家看 網路上有人整理出來說 真的很有趣 懂得政治知識學的就知道 習近平從18大19大 二十大差多少 這十八大 習近平跟胡錦濤對話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胡錦濤還是為主 習近平為次 而且這是一個下屬在聽長官講話 然後習近平直接彎腰 然後將耳朵靠近老長官胡錦濤的嘴巴裡 然後慢慢小聲說話 沒有錯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典型政治上 非公屈膝的照片的解讀 對 那我們看第二張 我們由主持人繼續為大家來解讀 好 那第二張呢 兩個人平起平坐 然後雙方握手 但是呢 習近平呢 他坐在比較靠向中間的位置 不過呢 胡錦濤呢 坐在他的旁邊 所以胡錦濤 能然是當時的政治舞台的第二人 可以坐在這一個 習近平的右手邊的 能然是當時 具有一定重量分量的政治人物 好 到二十大 大家不要說了 二十大 請你同人 真的叫做人走茶樑 而且二十大就是 你這個79歲的老人 你就回家好好休息 你就下課了 你沒事還出來坐著幹嘛 我旁邊那張椅子 就是要空起來 不需要擺著一個老人 那到底是在擺老人 還是擺棺材 所以說你看 這個東西不需要我講 也不需要主持人講 所有略懂職場 甚至不用到官場 都可以知道 十八大講話的時候 還是習近平投靠過去 聽長官吩咐 十九大兩個人已經平起平坐 可以面對聊天 二十大拍誰 你啰哩巴說 就找人把你架走 所以說我覺得 德國機器中間說的沒有錯 這是一個習近平的權力秀 那既然是個習近平權力秀 現在整個中國網路上鬧翻了嘛 都在討論習近平 胡錦濤等等的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有個外媒記者 在中國特別測試 哪些屋頂會被封殺 哪些屋頂不會 胡錦濤會被封殺 胡爺爺會被封殺 習近平平子的屏會被封殺 完蛋也會被封殺 可是有測試 前胡校長被現任校長提前放學 這是可憐的 也是夠無聊的 反正網友嘛 不無聊怎麼叫網友 那另外一件事情 當然這個畫面 是已經在中國被全網封殺 對不對 所以就我們台灣人 就台灣人 台灣網友很有創意 那它是一個圖 看大家要不要 這個去試看看中國的 不要害人坐牢好不好 這是習近平嘛 小兄威膩嘛 對不對 這跳跳虎是誰 是李克強 嚇死人 然後呢 這個呢 驢子嘛 是這個誰 胡錦濤嘛 卸磨殺驢 對不對 胡錦濤就是被殺了這個驢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中國的狀況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因為這個四通橋事件 整個中國很多年輕人覺醒了 那最近真的是很有勇氣 23號有兩位這個中國的年輕人 在上海喔 嚴接抗議 那他們嚴接抗議的過程中呢 竟然拉了這個布條 很有趣耶 這個布條什麼都沒有寫 我們帶回來看 他就會寫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這東西就讓大家來去想像囉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 他在暗示什麼 施東橋嘛 什麼不要核酸 要自由啊 什麼什麼之類 可是問題是 這一年輕人也很聰明嘛 我這樣寫 你不能抓我啊 我搞不好 我的意思是 不要病毒要清零啊 不要自由要維穩啊 我都可以解釋 所以現在變成說 大家有各種拐彎抹角的狀況都有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畫面叫做廁所革命 這個廁所革命是現在連CNN都在播報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的人還有中國的年輕人 他也需要講出自己心裡的話 可是到底在哪裡講出心裡的話 是自由的 是不是安全的呢 網路上當然不安全 你匿名拍誰 老公也要買 找出來 大街上當然不可能 後來他們發現 全中國唯一沒有監視器的地方 只有我們在上廁所的時候沒有監視器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很多廁所 這是北京的廁所喔 上海廁所 你看不要風控要自由 為什麼要上橋 因為我的責任等等等之類的嘛 勿忘勢通橋 但你可以看到中國人民真的是被壓迫到不行才會變成這樣的廁所革命 可是我敢講 連CNN都在報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保證 連廁所都裝監視器 連廁所都裝監視器 你覺得老公幹不幹得出來 保證幹得出來 所以很多人都說習近平連任二十大之後呢 這個陣仗排出來 為習獨尊的 所以大家就像主持人剛剛開場講了嘛 習近平對大家來說 他負責清除高端人口 李強在上海負責清除中端人口 蔡奇在北京曾經清除過低端人口 換句話說 在習近平掌權下 我管你高端中端低端 通通不合我意 我就把你清除 就像其他記憶 吃什麼